当时菩提录的开头,科判是从名如来藏,非既争妄。 如来藏,它本来不是争妄,而又不利争妄。 经文说的,妙性圆明,理众名乡,本来无有世界众生。 这就是如来藏,非真妄。 站在真如自信这一边来看,如来藏的真如自信当体,它不是真妄。 古得说,真如见了杰森佛之假名,平等信中无自他的形象。 这个有众生有佛,都是站在众生这一边讲。 真如自信,你本来没有这些。 所以说,妙性圆明啊,离主名乡。 妙性,就是众生本有的真如自信。 它本来是圆满的,没有缺少的。 本来是光明洞照的,所以也没有其他的一切。 所以它当体本来如是,离去一切名乡。 其天论里面说,真如自信啊,离明自相,离淫言相,离去心源相。 一切相皆不可得。 在真如自信中没有这些假名。 所以在真如自信里面,也没有所谓世界,也没有所谓众生。 所以本来无由世界,本来无由众生。 真如自信里面本来如如不中,本来就是如此。 所以这就是非真妄。 因妄有生,因生有灭。 生灭明妄,灭妄明真。 这就是既真妄。 如来上当体既真妄。 因为众生在没有成活之前, 一切众生一下就是这样子。 有真如同时也就有无明。 而这个无明妄法,它会有生灭。 所以因为无明妄法的缘故,就会有生。 有生不定就有灭。 所以说,因生有灭。 而有生有灭,这个东西就叫做妄。 生灭明妄。 凡是有生灭的,通通都是妄法,不是真心。 如果修却佛法能够反妄归真,把妄灭掉了, 那么真就显现了。 所以叫做灭妄明真。 这里面就有真有妄,有修有真。 因此诸佛立皆修行。 所以他能够成就无上菩提。 而成就无上菩提,就成就两种转一之后。 所以经文说,是称如来,无上菩提,极大涅槃, 二转一号。 就是菩提跟涅槃。 菩提跟涅槃两种转过来。 在众三分上,就是烦恼与生死。 那么到了究竟正觉,就是无上菩提跟究竟涅槃。 站在我一时的立场讲,我一时讲三性。 有众三有遍际之性。 有一他几性。 本有圆明的原成实性。 那么站在依他其性的这个中间, 舍掉变际之性。 就是转变际之性。 那么把变际之性舍掉之后, 恢复依他其的本有的清净之性, 就是所谓原成实性。 那么舍变际之性。 那么舍变际之性。 而成为这个不生不灭的本性。 转这个所知这样的种子, 就转过来,成为无上菩提。 那么因此啊, 转烦恼,就成菩提。 转生死,成定盘。 因此叫做两种转一号。 众生的真如自信中, 也就是转成第八欧赖耶诗啊。 这个欧赖耶诗里面啊, 真旺一切出发的种子统统具备。 把这些种子, 种不利烦恼障与手之障, 不利这二障。 把烦恼障种子转过来, 就成救济念凡。 把手之障种子转过来, 就是成为无上菩提。 所以叫做两种转一号。 如果这个道理要详细说明啊, 在成为师论第九卷里面啊, 有详细说明。 而且它这个转一的道理啊, 说到六种转一的意义。 那么非常详细。 那么这里单约菩提涅槃, 而来说两种转一号, 这是根本。 那么诸佛由断除烦恼, 而成就无上菩提的功德。 那么因此啊, 佛有这两种转一的号, 就是菩提跟涅槃, 有这两种的号。 那么这就是说明啊, 真如自信本来, 非真旺, 即真旺。 愣眼睛这类文字很多, 前面每一段开头啊, 都会有这一类的说法。 先说明众生本有的自信, 依法修行, 能够恢复本有的自信。 所以这些道理, 就是要大家明白人人本有的真如自信。 嗯, 那么然后, 依法修行啊, 才能恢复原来的, 清静的, 本来面目。 嗯, 那么这是, 在三戒六道里面造业, 受苦。 那个叫做逆修。 修是造作了。 嗯, 如果, 往初世间法去修, 到就进佛国, 那就叫做顺修。 所以这个广邪如来藏逆顺英国啊, 它分两段。 先说逆修的十二三类英国。 嗯, 就是后边的十二类生。 众生因为迷惑尖导, 所以有世界, 有众生。 这就是众生逆修的英国。 嗯, 我们平常讲修行啊, 都越顺修讲。 逆行啊, 不叫做修。 而现在这里是说修, 是站在动作方面说。 逆行也是动作, 所以也叫做修。 啊, 习惯性, 六十圣位, 叫做修。 啊, 那么, 我们平常在三戒六道造业, 那不叫做修。 现在这个科判里面, 三戒六道里面的所作所为, 那是叫做逆修。 啊, 就是逆行而修。 跟真如自信相反。 啊, 跟真如自信相反逆过来, 而有所造作。 啊, 这种的作为啊, 就叫做逆修。 而这个逆修的英国, 就是三戒六道, 就是三戒六道轮回。 啊, 所以逆修就成为十二僧类英国。 十二僧类就是后边的十二类僧。 经文写十二类僧。 啊, 这里说十二僧类, 有十二种众僧的类别。 啊, 那么, 它, 都是有因有果, 每一类都有它的英国存在。 那么后边, 十二类僧呢, 有详细的分别说明。 啊, 这是说明众僧呢, 无量进来就是这样轮转不息。 啊, 汉山大师在他的通议里面说, 为什么, 我呢, 他只是问出世间的圣位, 啊, 并没有问这个众生世界。 佛为什么要说呢? 因为, 修成佛果呀, 都是由众生而成的。 啊, 没有众生哪里有佛呀? 所以众生修行能成佛, 所以要先说众生。 把众生明白了, 然后才能知道怎么样修行, 而到出世间。 众生类别虽然是很多, 无量无边, 但是总合起来呀, 总不出十二类。 后边的十二类生, 可以总包含三戒六道里面, 所有一些众生的, 这个轮回生死的情况。 所以叫做, 十二类生, 广而言之, 详细说明三戒六道众生的轮回的情况。 所以众生类别虽然很多, 总之不出十二类, 以十二类来总包含一些众生的类别。 这就是逆修的, 三戒六道轮回生死的。 那么按照我所问的, 需要替他解答的, 就是要说明修行的结尾。 修行结尾啊, 后边经文本来指说, 五十五位真菩提路。 可是能够成就这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啊, 包含英国跟祝元在里面, 就有六十位。 这六十位啊, 就是前面, 开始修学的时候, 有三戒次。 第八卷经文开头呢, 三戒次, 然后到甘贵地。 那么甘贵地以后, 才是十姓, 十柱, 十行, 十回向, 十, 十回向后边, 这里顺着文神的说法, 有四加行。 四加行, 然后才是十地, 十地之后有等觉。 到了究竟佛国就是妙觉。 那么信住形象, 四十微。 四加行, 四十四。 十地, 五十四。 等觉, 五十五。 平常讲的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就是这个。 这是真正, 真正无上菩提的路线上。 一战一战的阶位分别。 而在这个阶位分别的甘贵地之前, 要先明白三剑次, 除注音, 等等的这个三种剑次到唯献业。 那么详细在第八卷的经文一开头啊, 说三剑次。 由这三剑次啊, 才能够完成这个无上菩提之路。 所以后边经文说, 啊, 如是先以三剑禁锢, 善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 啊, 都是由这三剑次的正经的缘故啊, 才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 因此, 在还没有登上位次之前, 三剑次非常重要。 啊, 啊, 因为由这三剑次开头的修行, 才能登上, 啊, 这个甘贵地。 由甘贵地一步一步进, 一直到等绝。 啊, 就是到了等绝啊, 也还是不离这三重剑次。 啊, 由这个三剑次的帮助啊, 才能成就这五十五位的真菩提路。 那么, 然后到究竟成佛就是妙诀。 因此啊, 把三剑次把它算定去, 跟后边究竟佛国的妙诀算定去, 正好是六十位。 啊, 五十五位前面, 啊, 加三剑次, 三剑次后有甘贵地。 后边由究竟佛国, 所以合并起来, 正好六十个。 而这里可能叫做六十佛位, 经文指说六十圣位, 而这里说六十佛位。 他学大师科判的用意啊, 按照他的这个社论里面的解释, 就是天台所说的六级佛。 六级佛。 众生本来有佛性, 那就是理级佛。 愿理说, 一些众生皆有佛性, 有佛性者皆可作佛。 所以众生是理级佛。 所以, 我们众生人人有佛性, 但是自己不知道, 不晓得收拥。 所以这个六级佛的诵里面, 理级, 众生有这个理。 理, 愿理说当下是佛, 但是思想完全不是。 所以, 动定理全师啊, 行长是尽非。 明明随无趣啊, 渺渺不知归。 这就是众生的理级佛。 我们大家都有。 不明白, 没有了解, 没有修正之前, 个个都是佛, 不过是理级佛。 愿理说我们有佛性, 但是没有修为。 没有修为, 不但没有修为啊, 连明智都不知道。 如果能够懂得佛法, 知道众生本有佛性, 那就是明智继佛。 知道明智了, 但是还没有修行。 那么然后再往前进, 那就要开始修行了。 所以就有观神继佛, 相识继佛, 分证继佛。 这三个结位, 完全是包含在 从初发性的实性位的初性。 一直到等觉, 通通包含在里面。 到了第六呢, 究竟基佛, 那就是究竟佛国, 成佛了。 那究竟基佛, 终然成佛, 没有心得。 所以他在修诵里面说, 从来真是妄, 我们在众生分上, 从来真是妄, 今日妄皆真, 成佛了。 成佛当天, 当时成佛今日, 那么妄统统成为真得了。 但佛本实性更无一法性, 只恢复原来的本性, 没有一个心法心得。 那么明白这个道理, 众生迷的, 这迷是本性。 诸佛悟的, 亲证本性。 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 这个禅宗说的, 顿悟的道理啊, 就包含在里面。 那么, 这是六十佛位的这个名字, 大概如此。 到了后边, 第八卷, 经文的第八卷开始。 从第八卷开始啊, 就专讲这个, 顺修的结尾了。 所以这个, 明顺修六十佛位英国。 这个要到后边, 第八卷才讲。 道理在第八卷。 现在这里, 第七卷到卷末文字说完, 就是第一段的明逆修, 明逆修十二三类的英国。 说明众生在十二三类里面轮转不息。 十二种的内生, 他的生死情况, 从英治国后边一段一段, 加以说明。 所以现在讲, 明逆修十二三类英国里面分两端。 就是后边的经文, 分成两端。 第一, 明由二颠倒英, 乘十二三类。 这就是后边的终身颠倒, 与世界颠倒。 那么第二, 明由十二乱详, 乘十二三类。 这就是后边详细说明十二类三。 详细说明十二类三。 那么就是明由十二乱详, 乘十二三类的这个道理。 比较难懂的就是现在第一段, 明由二颠倒英, 坑十二三类。 因为众生由这两种颠倒为因, 所以由后边十二三类的, 这个瑞别生死的古报分别。 那么这个两种因, 实际上就是前面, 第四卷。 第四卷, 佛对富罗罗说的三种相续。 众生, 世界, 业国, 三种。 这里只说两种, 就是众生一世界。 没有说业国, 并不是没有, 而里面包含的都是业国。 就是众生里面包含业国。 所以说两种, 就是包含第四卷的这三种的道理在里面。 众生必定有业国。 没有业, 因业国不会成为众生。 那么众生是依世界而住。 众生因为有世界可以住, 所以依世界而齐。 世界是因众生在业国所感, 所以会有世界。 那么这里顺着两种颠倒的道理, 来做简单的说明。 请不吝点赞, 只能厝里想拍摄李宗益。 全部只能列出口, 是一个一场的 bahagyaz人物。 只能不能穿其中烈。 北达, 以前也有史以来的雨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时期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300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速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已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护爱共存 消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万倍 佛教慈悲之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恭送药师流离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即万灯祈福法会 恭请慧姓法师领咒 日期9月18日星期三 13点30分 恭送药师流离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16点万灯祈福反会 地点佛教慈悲之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共睦福恩 佛教慈悲之夜 高雄分会中山书方举办八观灾界法会 恭请赞山法师 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组法 日期9月28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9点 下午2点 佛学奖座 阿弥陀佛48大院 主讲 赞江法师 地点 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随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祝宝 咖啡 人 董 字幕 青 、 那些外交手 山南、雜巴拉山 雜巴拉山 英海 大亭伯庭外 πα立法 那些川普雷 川普雷 川北雷 川普雷大跟西嘛西的那邊 川普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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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这个上海 这就是百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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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一边就是一范一范之间的。 如果是一范之间,一范全是十把百个百个百个百. 那个人有一范之间,一范之间就有一个。 与了高科技六射建宗 和法院 一直去 王 effect那些 Ltd 都是有消灭的人 彼此iversary 都所远远远远远远的 鼻子在那裡 富平和你 你真有空 坐著你 咧 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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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んな滴臭的地方是在法治上的地方 我們自由的地方是在法治安辭的地方 夥乎人在法治安辭的地方 但又是法治安辭的地方 有個小 peque都到達上的地方 如果要在法治安辭的地方 以那 fråが少量的叫做他 是不成功的叫做他 就煙了 那是他 他叫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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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他叫做他 他叫做他 他叫做他 和他叫做他 我叫大家聆 Chocha-C instit beat 所以我們也有關放人家 福牌草 叢注放一聽 叫批佩霍berg, 叫批佩霍南 p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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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ssa 聖呼 bare 他的啦 我一切五肉也不挖你想想想想筏 东 gjithwa 进化了 随后都不搖挖혀ns facing esa 陆土刊的并节 我们幾乎有关记者要差別是在这一个生必要抱 我们录以这个兄弟好像 要 我会 eco吃的时候 他会或不吃升舀吃什么 他是否去做一半 我从不吃升楼底 如果Л�凙准备一只赃 我看了他一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